继2009市运会之后 高雄市长陈菊为了邀请更多城市 来参加2013亚太城市高峰会 今天又再度踏上中国大陆 来进行邀约访问之旅 预定14号才会返台 而陈菊期待这趟邀约访问之旅 能促进与对岸不同城市之间的 观光与经贸交流 包括都发观光严考及新闻局等单位 组成高雄代表团 今天上午由市长陈菊帅团 应邀前往中国大陆进行访问 我们高雄市在这一年多来 不管是日本 韩国 亚洲 太平洋区域 很多的城市 那我们市长 副市长都分别不同的邀欢 那中国大陆的城市 当然是APCS 亚太城市高峰 会议主要的这个城市的社群 当然他们来参与这个城市的高峰会议 是非常的重要 扩大亚太城市高峰会的参与 城局认为主动进行邀请的做法 对身为主办城市的高雄 是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义务 也是城局继2009世界运动会后 第二次出访中国大陆 那我们会在整个几个重要的城市 展开对于高雄投资环境的推介会 那第二 我们的观光局也一起 那观光局会在这几个城市 作为我们观光行销 欢迎更多的中国大陆的这些路客 能够到我们高雄来 这个都是在我们行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邀约中国大陆各城市代表出席 2013亚太城市高峰会 高雄市代表团也将展开城市行销 加强双方的经贸和观光交流 预定在14号把满满的收获再带回高雄 港中新闻彭冠英采访报道 这一条路由于高雄投资环境的推介会